双色芙蓉蛋 双色芙蓉蛋是以鸡蛋为主要原料 利用蛋白和蛋黄两种天然的色彩 配上其他的原料精致而成的 制作这道菜所用的主料有鸡蛋 胡萝卜片二十克 水发木耳十五克 青豆十五克 调料有葱白段五克 清汤七十五克 绍酒十克 精盐五克 湿淀粉六十克 味精五克 还有鸡油十五克 熟猪油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制作方法 取两只碗 把鸡蛋清和鸡蛋黄分别刻入两个碗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先在鸡蛋清中加入淀粉 精盐 味精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慢慢地搅拌均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在鸡蛋黄碗中加入金盐 味精 湿淀粉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也慢慢搅拌均匀 淀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生豆、木耳、胡萝卜片煮熟 然后把它们捞出 装入盘中待用 锅放火上加入油 待油温升至两成热时 先倒入搅拌均匀的鸡蛋清 用铲刀铲动蛋液 至蛋液浮起时 捞出装入碗中 然后再倒入鸡蛋黄 用同样方法使蛋黄液浮起 用手勺分成片 随后捞出粒净油 装入碗中 倒去锅中的油 放入葱段煸香 加入绍酒 清汤 味精 捞出葱段 然后用湿淀粉勾芡 再倒入煮好的青豆木耳和胡萝卜片 再把蛋黄和蛋清片也倒入锅中 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少许的鸡油 起锅装盘即可 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调蛋液时要掌握好水分和粉汁的比例 调蛋清液的时候 用水量要少于调蛋黄液的用水量 这道双色芙蓉蛋的特点是 色彩编纷 鲜香滑嫩 老少皆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